大家好,我是Stan 时隔两年五个月 庞谈孙元胆将在首尔举行线下演唱会 而很多粉丝们都在门票开卖之前 就坐在电脑前面 准备勾票大战 结果 所有场次的门票马上就受光 勾票失败的粉丝们也纷纷在网上上传了 自己的等待顺序解图 219404 对,在我前面有219404个人在等待 248268 264397 274306 301320亿 整理一下就是 有非常多的粉丝们都勾票失败了 不过 很多勾票失败的粉丝们 将本来要用在演唱会门票的钱 都捐还给乌克兰了 虽然没能摘到葡萄 但是门票钱用在更好的地方了 这次首尔演唱会勾票失败 钱都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了 这次的公演会在远处姻缘 希望能看到在舞台上帅气的孩子们 Purahe 或者我勾票失败了 但是希望你能见到别的阿米们幸福 我们十年后再见吧 好难 好心疼 门票捐给乌克兰大使馆了 Peace 虽然勾票失败了 但是剩下来的钱都捐给乌克兰儿童们了 想要快乐而花的钱 应该就要用在更好的地方 除此之外 也有非常多粉丝们认证的捐款记录 真的好帅 从来都没有想过 勾票失败的话就捐款 真的太棒了 善的影响力 好帅 粉丝们太棒了 哇 真的是什么样的歌手 有什么样的粉丝 太帅了 很神奇的是 在勾票失败会觉得很绝望 很空虚 但是捐款之后 下一个消息是 前几天宣布发表最后一张专辑后 解散的Newist 今天公开了 会在3月15号发表新专辑的行程表 然后公司也为了庆祝Newist的出道10周年 进行了Bus广告以及Google的广告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我又要哭了 能这么好好的结束也很不错了 但是真的很伤心 因为我之前经历过结尾 非常烂的组合 所以这么美丽的结束 真的觉得很好 可以留在回忆中 我真的没想到 公司最后能这么好好的准备新专辑 不知道要怎么形容这个心情 Plaidys是怎么了 又高兴又想流泪 Plaidys 虽然对Plaidys是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这次呢 真的是很谢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是为了ending上音乐节目的男团 这个男团就是 B2B B2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